今天来聊一下卡地亚的这只包 这只包来的时候 太太表现出了她的喜爱 并不是说适合她的那种喜爱 而是想要把自己减肥 减到很瘦 然后去和她做匹配的那种感觉 会觉得一个娇小的小公主 很适合拎这样的一个包 我们来看一看吧 那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 也并不是很能得到 她最初的那些信息 比如说品牌方会给她叫什么名字 如果搜索抱头包的话 现在搜到的都是一些新款的 或者是装柜目前在售的 发现虽然造型接近 但是开口的方向已经不同了 也就是抱头的方向也都有不同 看到有人会把它称作卡地亚的凯利包 会觉得它是那种和凯利包一样优雅的包袋 不过很可惜 如果说其他都还好的话 没有底钉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小失误吧 如果有底钉的话 适配的场景会更多一些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也会更放心一些 像这样的呈现比较完美的皮革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有可能小心翼翼的保护 但是放在哪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 如果说放在比较尖锐的地方的话 很容易让它的底部受损 不过目前看来还好了 底部的确会有些痕迹 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那它的痕迹会出现在哪 这可能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打开它的包口 看一下打开方式吧 装饰物可以向下掀开 掀开之后后面会有一个金属键 贯穿了它的前面的装置 像一个扣子 但实际上不是扣子 掀开之后大家就知道了 它其实是一个圆柱体支撑在这里的 打开之后会看到里面会有 像这样的肩带的位置 它本身应该是有肩带的 不过到我这里的时候就只剩裸包了 打开之后就会看到我所说的 它会自我伤害的这样的一个 算一个缺陷了啊 它的皮革本身是比较光滑的 那光滑的皮革和光滑的皮革在一起 长时间不通风的情况下 两边呢就会有互相粘道 或者互相融合的这种变化 和我们之前聊过的漆皮有点像 所以呢看到很多很多这款包 都是在打开的时候看到上面的这个部分 不能说是有点不堪入目吧 至少让我们觉得它没有那么完美了 这个包的一体性非常好 我们刚才说到它是有肩带的 但是即便不装肩带 我们这样看的话 它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个 拎着出门完全没有问题 正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装饰物 那背面呢会有一个贯穿左右的一个大口袋 这个口袋不得不说 用这样的皮革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要么就把它设计的小一点 纸装卡片 不会装太大的东西 让皮革变形 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包口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变形了 它本身的这种韧性不足或者是弹力不足 长时间的处于一种状态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打开之后有一个主带的位置 同时立刻看到了它的拉链位 拉链位的里面会有一个隐藏的侧带 拉链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 但是高级感就不如现在设计的一些包袋了 包身的宽度大概是21厘米 会略微的再多一点点啊 包身的高度的话是20厘米 那加上手柄的话就会高了不少 大概是31厘米了 手柄的确有11到12厘米 那么高 包身的重量居然有476克 其实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再重一些的 这样的一个包袋476克 在手上的重量的感知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给它缠上推理 给它装饰不同的丝巾 或者和我们的服饰进行一些呼应 我觉得它的材质感也还是不错 有人叫它BOX皮 那其实我会觉得相比BOX皮还是要差了不少 但是不得不说它整体的这种扎实的程度 或者是触感啊 或者是使用的强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附件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吊牌 像是合格证一样 另外呢会有这样的一张卡片 即便有这样的卡片也不太确定它的年份 因为这个白色的部分并没有写当时的出售的日期 另外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防尘袋 所以这是今天聊的这款包卡地亚的一个抱头凯利包 姑且这么叫它啊 欢迎大家补充信息了 它的橙色大概是88成新9成新 包型还没有什么问题啊 只不过就是皮革的表面会有些其他的痕迹 在图片和视频当中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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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